这是远路灯会哼上一两句的望春风 刘生姬带我们回到1930年代 一探台湾民谣之父邓颖贤的创作故事 特展从3月11号起到31号在图书馆一楼 在展出五屋中有难得一见的创作手稿 邓颖贤第一线邓太超理事长肯定特展的教育意义 张国恩校长哲期待未来进一步在音乐剧上的合作 邓颖玄望月二曲述说女子等待爱情的苦闷 华配音乐总监以长笛重新诠释哀愁之情 施大音乐系师生透过巴洛克爵士等不同风格 改编经典乐章以现代音符向邓颖贤老师致敬 夏园记者李正英报道